三 二 一 走 大家好 我是 盗月社 梦草 大家好 我是盗月社 杨树梢 大家好 我是盗月社 绵羊 绵羊料理 我们是 木 羊 羊 哩 苦吗 好苦 我们现在在长沙来找绵羊一起玩了 绵羊今天带我们吃什么 因为我们长沙人爱吃辣 所以外地朋友来长沙 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长沙的辣是怎么样的一种辣 每次有朋友来长沙 我就一定要带他们来试试这个 我最爱的小吃店 有点辣 有点辣 有点辣还可以啊 长沙人说有点辣 咱们要小心辣 这是第一关对吧 就是先打个点 然后之后你要吃成什么样就不管了 对对对 对你们来说应该还好了 我看你们也挺能吃辣的 那是 还必须的 走 你们可以猜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最辣的东西是什么 最辣的 对 我觉得那个绿豆沙最辣 绿豆沙吗 网友也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就先10份拍黄瓜 然后其他的就我来安排吧 没点问题 走 我们上楼 你们俩怎么这么激动 有人的 我都看到了你知道吗 刚刚被那个黄瓜拉的 黄瓜很辣 黄瓜很辣 辣痛苦了 没想说给我们点10份 不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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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上去了 拜拜 其实来湖南之前 我有一些心理准备 我身体都有准备 对 我觉得我们跟绵羊认识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应该不会下层的死守吧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他们准备的 变态蜡瓜 对我来说是 真的是排前前的辣 他肯定对这里面的菜是了如指掌 一定给咱们安排的稳稳当当 不是人家是了如指掌没问题 咱俩怎么办 咱也是为了 除了这个蜡黄瓜之外 我还先给他们准备了一个 入门级打底的 算是比较微辣的小零食 然后吃完那个之后再吃这个蜡黄瓜 如果这个还蜡不到他们两个人的话 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个秘密武器 来了 搞定了 小吃了 还有准备一会儿 我们要么先吃一个 我们这边特色的小零食吧 就是这个小零食 是我们湖南的特产 鱼尾 洞庭湖 辣鱼尾 我直接搞开吃了 在沐山前吃了 也可以 今天的见面 你们是都提前安排吗 初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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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要了 你别装 你看他的眼尾纹 他眼尾纹要是出来的话 他就是在强忍 真的可以 刚好吃 那你可以 我觉得我黄瓜 你可以吃三分一遍 哦 用这个来试探吗 没有 用这个来试探吗 这是我们湖南的特色小吃 很受欢迎的 就是怎样你吃味道 我尝尝一下这个鱼尾 味道是差不多是 部位不一样 还是有辣度的 是有辣度的 你吃了之后 这个肉不能呼吸 你吸气 那个辣味好像顺着你的鼻腔往上走 就会到达你的眼角和你的睫毛膏上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辣度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是鲜香的 很好吃 第一关顺利通作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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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还好吗 你还好吗 还好吗 这个就是网友们说的爆辣绿豆 对对 能不喝就不喝啊 你把那摆齐了 好像谁拿过来 谁拿了绿豆沙喝 谁是耻辱的 现在来哪个 黄瓜 我直接就来黄瓜 要不要先吃点其他的 吃那个土豆汤呢 我觉得咱们先做一下 那个鲑菲里面一下好了 就是吃那个黄瓜是真的很辣对不对 没有你要知道 如果你吃完黄瓜 再吃这个的话 就拉上加辣 就说辣了 对根本受不了 就是排骨汤嘛 很鲜 很鲜 好今天和绵羊吃了这次小鲜片 很鲜 然后下次绵羊有时间来招捕玩 走吧叔叔 拜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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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看这个辣度来说的话 就感觉上面有很多很多小细命的辣椒籽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家小吃 它最辣的居然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黄瓜 我觉得很多时候蔬菜它比肉更能够吸那个鲜辣的味道 我觉得吧 咱们吃这个黄瓜之前呢 应该有一个小小的battle 咱们都知道 大姨的韵脚压得极好 咱们现场来段freestyle 然后艺人要接一句 然后如果说谁最后没有压上韵的话 谁就吃第一口 就鸡骨传花那种感觉 对 鸡骨传花 预备 准备好了吗 我第一句是 我第一次来到长城的杀结尾 不是回头 没事 没事 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沙小吃店的黄瓜底瓜瓜 我要吃一根黄瓜 那怎么办 你吃啊 现在就吃吗 那你不服再来一轮 吃着黄瓜吹空调 还没吃黄瓜筷子先摇 吃着黄瓜吃被药 那样味道才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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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辣的滋味不能少 吃完这顿我就跑 这样的沐上可真妙 不知道吃几口才辣的叫 我吃不了多少 我觉得综上所说沐上输了 对咱们道鱼是羊羊哈哈笑 我们都是好宝宝 说到底它就是一个派馆 只是撒了一些辣椒面 哎 那个红罐汁甜的 你别装 哇沐上可以啊 好狠啊 对啊 真的不辣 你真没事吗 你不觉得不像 吃了几天肠沙的饭之后 觉得肠沙这么辣 它是会在你 试完这个东西之后 大概过15秒20秒 那个辣度开始 有后劲 开始让你的舌头开始 不由自主的 开始抖动 它已经流汗了 如果直单纯的辣的话 就不会让你继续想吃 然后它这个重辣 它就要去加一些比较重的酸 再重回它 所以这个黄瓜是非常酸 我尝尝 嗯好香哎 嗯 可以吧 不辣吧 对我没面子吗 好棒啊 说词整词快 等一下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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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必须快点说 因为马上那个感觉就来了 你知道拿一根小细绳 把你的小舌头系起来 你每咽一下就勒紧一点 那个辣是 一天在你的舌头上的 然后刷在你的舌头上 哇 等一下我有点晕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这这种来吧 来吧 来吧 干杯 谁带节奏喝的直辱 爽爽 直辱 真的真的 这个辣是绵远悠长的 它就像那个冲天泡一样 看完烟花闪完了 但是烟一直留在天空里 这个也不辣吧 这个不辣 这也不辣 这饭总不就是辣的了吧 秘密武器 我怎么觉得你这袋子都已经辣透了 这个特别适合你我跟你说 这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卡路里的 这个磨玉丝 这特别健康 这个好像辣条 这个一打开这塑料袋 这个屋子里面就全是辣椒的感觉 而且这个我也没吃过 这个是我的西兰小助理告诉我的 因为他特别能吃辣 他只要点餐 我觉得我问他吃什么 辣度他都是 特辣最辣 一定要加辣 再加辣的那种 所以他比我能吃辣 然后他都说很辣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沐上先吃了 来吧 你别装了这次 你不要隐瞒 你不要隐瞒 不隐瞒 做一个真男人 毕竟沐上先来 你只老贵就 唉 你倒是快呀 哇 哎呦 真男人 对真男人 真狠 你要怕我掉了 还怕我掉了 真男人一口闷 哇 嗯 嗯 这你还能描述的时候 快说一下 哈哈哈哈 我更吃了 越嚼得像那个牛筋 牛筋的牛奶 然后 是不是拿错了 一点还是不辣 真的吗 嗯 没拿错 嗯 不辣吧 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哈哈哈哈 太丢人了 糟了 糟了 哈哈哈哈 吃这个味道吗 是 是啊 这真的不辣 哈哈哈哈 不但不辣 还是解骂 对 我还挺小吃的 刚刚没发生什么 作为本地人 可以评论家一下 我俩的表现 我觉得你比较真实 对吧 对 他为了骗你 他演了很久 但其实我觉得你俩都很快 有的是以后可以经常跟我一起吃饭吃辣的 但长沙来不来就不一定了 好不许大家来一次 就可能要分开了 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真的挺感伤的 你这三年来一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能找 好 来找那个吃肉吧 来 谁也不许跑 谁记忆我们 你们这五十个人啊 一个都走不了 我跟你们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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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